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出最直播的股票呢? 大家买某一间公司的股票时 理所当然当然希望公司的盈利会有增长 可以带动股价上升 回报可以跑赢大市 股票分析就十分重要了 分析股票时有两种策略 第一是基本分析 第二是技术分析 基本分析建基于一个假设 就是短期的股价不一定反映基础业务的真正内在价值 所以要用股值指标 以及公司业务相关的其他资料 来评估股价是否吸引 目的是协助投资者找出长远回报理想的股票 技术分析一般假设 股价是反映所有现存的资料 例如移动平均线 RSI 阴阳烛 波浪理论等等 而且会按照趋势升跌 所以分析股价的历史记录 是可以预测未来的股价走势 从而于波幅获利 在基本分析之中 市盈率 市盈增长率 市涨率 债务对伊比达 是什么呢? 而在技术分析之中 相对强弱指数 移动平均线 阴阳烛 波浪理论 又究竟是什么呢? 未来几集再和大家详细讲解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基本分析 以及技术分析 有何不同之处 主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